好,继续来看到为了带动客装艺文的发展 并且开启表演人才扶植的计划 花链市公所即日起开始受理 哈嘎太平洋艺文日表演团体初选的报名活动 获选者不仅将享有经备的补助 也会由市公所依照需求安排表演工作方进行培训 未来更有机会获得大型舞台的表演机会 而市长魏家燕也欢迎对表演有兴趣的团体 或是个人来踊跃报名 为了带动客装艺文发展并开启表演人才扶植计划 花链市公所从即日起开始受理哈嘎太平洋艺文日表演团体初选报名活动 获奖者不仅享有经费补助 也会由市公所依需求安排表演工作方进行培训 未来更有机会获得大型舞台的表演机会 希望我们不管是个人还是我们团体的一些艺文工作者 都能够在今天的一个报名活动 希望你们来报名 未来在很多的不管是在经费的补助 或者是在团体的表演 或者是我们帮大家找寻一个舞台 我们都希望能够将我们所有的艺文团体 能够推展在舞台的前面 所以我要非常谢谢花链市公所有这样子的推动客家的一个工作力 让花链的客家在我们全花链北区来发展 那希望往后在我们卫市长跟主命的努力之下 能让客家的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能在每一个角落都看得到我们客家的文化 也期盼能把我们花链市所有客家文化的特色 带上国际城市交易的舞台 委员阵容包含陈陆维京区奖的歌手徐士会 台湾客家三歌团自身团圆球桂圆 擅长萨克四风的客家委员会委员夜人机 乐团指挥孙程翔即可与新船师赖延宁等等 而初选活动报名从即日起至9月30号为止 凡从事艺文展演的花链团体协会都可以参加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花链市浩克文化会馆官方网站查询 记者 徐立芹 花链市报导